大家我今天没有很多时间 所以说我会赶紧的化个妆 然后顺便跟大家聊聊我最近的状态 那么首先呢 我永远会先用我的倩碧这个防晒膏来打底 因为它会带一些遮瑕 然后有一定的防晒指数 我这次想要跟大家聊的岁岁年 其实是昨天发生的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对澳洲的疫情情况 有多少了解 但是墨尔本这边其实疫情一直很严重 主要原因是因为这里的公民很不听话 然后大家把这个疫情的数字 基本上就怪在我们的政府身上 说他们不应该别人们戴口罩 然后不应该把市民关在家里 因为有些人的家很不安全 之类的 我个人是觉得 其实如果墨尔本像新西兰 或者说中国那么听话的话 我们疫情其实很快就会搞定 那我们的州长呢 基本上他每天都会给我们一个更新 说今天有多少人中的新冠 而且死亡人数是多少 这不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所以他很无奈 我也觉得看了很心疼 那我不是一个会在公共平台去说任何政治话题的一个人 我的脸书是非常私人的 就是基本上只有我个人的生活 也没有分享任何工作上面的事情 但是昨天我就觉得说 哇 好像应该至少给周长一个鼓励的一个言语 就说我很感谢你这么久以来的工作 而且为了大家每天都要上镜 每天都要面对一些很让人无语的人和事情 因为在西方国家 大家知道美国也好 澳洲也好 都有一些怪胎 很让人生气 其实在西方国家 对于疫情这件事情的话 很多人的反应都让人不可思议 那墨尔本也不例外 所以我不想在脸书上面 写一些容易引起人家争议的一些话 特别是因为我是个亚洲人 所以说不管大家是否认可你是澳洲的国民 他们首先看到你一个亚洲人名字或是面孔 他们就会开始攻击你 所以我通常不会在脸书上面 大胆的发表自己对某个党的看法 或者是对现在一个金融环境也好 还是说political views 一会儿把那个翻译给大家 那基本上我昨天就写了一些支持政府的话 我说非常感谢你 让我们好好在家里面隔离 能够让我们在回去这个社会的时候 能够好好的回去 而不是又爆发第三波疫情这样子 还有我就说 我说我希望因为你工作很努力嘛 我希望能够有幸 就是称你为总理 有一天能够称你为总理 Oh my god 整个网络就像爆炸一样 有一堆的人来攻击我 说你傻吧 你这种 他说这种人怎么可能有一天成为总理 还有一些神经病 New Zealand 来自新西兰的人就说 他是你们的州长 他不是总理 I'm like 其实一开始我看到一些人的留言 让我非常生气 气到我直发抖 然后说不出话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留言发表 我没有说谁的不好 我只是支持我喜欢的人 而且我也没有逼全世界都喜欢他 为什么会有人跑出来攻击我 而且他们讲那些话 就是直接说 你是共产党人 所以说我们的州长是非常什么 喜欢和中国合作 所以他才会让你们这些卧底的共产党人 特别的开心 你们才会支持他 说实在 如果说放在两三年前 那时候我可能就是会说脏话 让他们滚啊 然后会很生气 而且会把我的情绪写在我的言论里面 可是我大概就是抱着手机 安静了大概一个小时吧 后来觉得 其实我应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回应他们 所以我在我的评论里面就说 我没有想到 我一个华人面孔的一个女生 在这个 在这里的留言 可以引出这么多带有种族歧视的人群 然后下面一堆的人就点赞 然后我就觉得说 其实这种方式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就是你不要把自己态度说太明确 就是不要让人知道你在生气或怎么样 就是把他引开 后来一群就是 可能讨厌这个州长的一些分子吧 就说 他说 这怎么算种族歧视啊 什么说一大堆东西 后来我就不管他们了 就让澳洲的一些 有头脑 有正义感的一些群众 去举报他们 然后去给他们回应 通过这个事件呢 基本上我能明确就是说 点赞支持我的人大概有 现在应该有700多了吧 大部分的澳洲人还是很善良的 但是大概有1%的澳洲人 是非常的支持美国 而且他们也很喜欢任何跟中国对抗的一些理论论 大家也知道 其实我这个平台 我不想要提到政治的事情 因为我想要把它保持一个非常开心 很轻松的一个美妆分享平台 或者是分享我个人的故事 可是我长大以后我发现 我说长大就说 年纪大以后我发现 我们越长大 越事故以后 你会发现 政治其实一直在围绕着我们 不管你想面对它 或者不想面对它 是否你想讨论它 或者是想远避它 你身边的人总会有人提醒 特别是在海外的华人 我们没有选择 因为来找我们的都是那些 自以为自己很厉害 而且对全世界都很了解的一些白人 他们都说 你对这个事件什么看法 那小时候我一般都很不屑 跟他们去聊这些事情 可是长大后你会发现 你进了社会 你开始工作 你面对的客户群 特别是我 其实我跟西方的那个打交道 其实还蛮多的 都喜欢谈政治 然后特别是 你知道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现在一直到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 都让我们海外的华人很难做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其实很久没有分享的原因 是因为我不知道 我的言论 我不是政治家 我也不是什么名人 但是有的时候 我是很想说出我自己的心里话 然后我怕 我把我的平台变成一个非常很复杂 很事故的一个地方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我觉得如果我没有什么好的东西 可以给大家分享的话 也许最好的结果就是保持安静 那么我今天那个妆容 虽然我看起来头发乱七八糟 但是是我最近很经常画的一个 就是上视频的一个妆 我们因为疫情的原因 不能够出门见客人 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直系 就是manager联系 所以说只能是以这种视频的方式 跟大家去每天的见个面 聊个天 然后跟进一下工作状态 所以我刚才那个底妆上好以后呢 通常会让他休息一会儿 然后呢 眉毛的部分 我会用这个眉毛膏 L'Oreal的一个染色的眉毛膏刷一遍 因为我的那个眉毛挺黑的 Anyways 我刚才说到哪里 哦对 还有就是 其实我很长那段时间 没有在视频上分享 甚至在我的那个social media上面 都没有什么消息 主要原因是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其实 这个网络的平台 让我们很浮躁 而且呢 年纪小的时候 其实会把每个人的评论都 看得很严重 而且你不知道怎么去消化它 我还记得当时 我还在分享视频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采妆者 他们分享的方式都非常的华丽 很多人有很专业的团队 然后很好的灯光 然后很短的视频 有些人给我反馈 我当然不是说 就是粉丝啦 我是说可能有些公司给我反馈 就是说 现在的人喜欢看很短的视频 你拍视频的时候要记得这一点 否则大家就没有兴趣 可是这不是我想要的一个人群 我希望在通过我的视频 找到一些跟我三观很符合的一些朋友 我不觉得我的视频做得特别特别的好 或特别特别成功 因为喜欢的人也不是很多 那视频的点击率也没有其他的YouTuber那么高 所以那个时候在工作期间我就觉得可能有点累了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Etude House的一个 怎么说亮眼头的一个眼影笔 我的底妆差不多以后呢 我会用这个3CE的这个产品 这个是他们的九格的眼影盘 我不想要竖下因为它会掉粉嘛 我很喜欢它 大家看已经两个涂盘 然后这些都用了比较多次的一些眼影色 我通常呢会用一个简单的眼影刷 然后选择这个颜色 刷一层就好 因为这个妆容我通常都是花大概5到10分钟完成 所以我不希望会有太多的步骤 其实当时的我对自己想要东西很迷茫 但是我知道网络上的一些评论 对于我自己个人的成长没有什么好处 这是我的那个Eyebrow Highlight 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我 我很在乎自己的身材 然后我很在乎别人对我说些什么 而且我能够看到的一些影片 一些照片一些剪接过的东西 都让我觉得好像 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身材 特别是在西方国家 你要有S型 然后要Bubble butt 就是每个人都是跟着那个Kim Kardashian的那种style 那我觉得可能对我自己的 就是内心的一个发展 也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就选择远离那些东西 然后那段时间因为 怎么说工作也是在发展期嘛 所以会比较想花所有的时间 做好一件事情 我记得我上次还在分享的时候 应该是我在上一段交往当中 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觉得很疲惫了 就是家人啊男友啊然后工作 一周大概就有半天时间 我就选择用它来修行 我记得很多网友在微信的私信上面 还有就是在微博上面都有在问我说 哎你什么时候回归 什么时候再说一下岁岁念 我的回复都是说我好累 我每天都好累 可是其实我不是体格上的累 我只是心累而已 我不知道我的影片 它存在的意义在于哪里 到底有没有人看 然后我那个时候也不适于 放下我自己手头的工作 去就是钻研我影片上面的一些剪辑也好啊 灯光也好 然后整个布景也好 在私生活上还有在我的工作上 我都是一个非常勇于发表自己意见的一个人 可是慢慢的我变得不敢发言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世界上通过social media 随便说话的人太多了 我不想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个 我希望我在这个视频上的一些言论 还有我个人的意见 只是当做一个参考吧 就是帮助大家了解一下现在澳洲的一个情况 然后墨尔本的一个情况 那我想要提供的就是一个可能 从小在澳洲生活长大 然后文化方面的话 可能就是一半中国一半本土 墨尔本的一个情况 给大家看得更清晰一些 然后帮助大家了解澳洲人是怎么想的 和澳洲人对中国 还有对一些海外人士 是一个什么态度 那我通常画完我的睫毛膏以后的 我的眼睛就是附近都会有一些睫毛膏 因为我眼睛很小 然后我那个刷子太大了 所以我会用我的 Eye Makeup Remover 用一些Q-Tip 我已经习惯了 所以说经常会准备好 在我的化妆台旁边 然后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很快的清理掉那些 边边的 mistake 因为我是那双 然后年纪越大 就是我的双眼皮会比以前更明显一些 因为没有以前那么胖嘛 所以我的眼皮 没有以前那么厚 然后我会想要就是借这个机会 就是画一些不会把我双眼皮遮盖起来的一个妆容 那通常我刷把这个去掉以后会再刷一遍我刚才眼影 因为我的底妆现在已经定的差不多了 但是生活很自然 点好以后呢 你不用担心点不均匀 因为它非常非常自然 anyways 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是否 我最近就是 很喜欢画一个外眼线 因为太久没有 actually before I do that 先上唇彩 爱丽小五的一个water tint 我在家现在很少用口红 因为在家喝水的话口红站在杯子上还要自己吸 所以很在乎这些东西 我们让唇彩吸收一会儿 现在开始画眼线 我要用的是来自这个K Palette的一个眼线液笔 眼线的话我会画得很细 而且会拉长一些 anyways 我的眼线画好以后呢 我会把我的卧场再打亮 那我很喜欢这个来自innisfree他们家的那个眼头打亮笔 我觉得其实彩妆的话还是 这种韩妆 比较适合我们亚洲的女生 然后差不多完以后呢 我会用我的唇膏 这是我body shop 的一个 what's this 像是葡萄 passion fruit 和葡萄的一个口味吧 因为我们刚刚上那个爱丽小五的唇彩 它是一个tint 所以它非常干 所以它非常干 那用这个可以让你的嘴唇看起来就毒毒的 因为我嘴唇没有很厚 所以最近就是没有再用那个比较干的一些唇釉 那唇彩弄好以后呢 我接下来想要做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给我的脸颊打光 那通常 因为我手藏嘛 所以说我不喜欢修容 看起来好像脸脏脏的 与其把自己弄的那个很尴尬的样子 我其实觉得我自己的苹果肌已经有了 我可以做一个提亮的动作 那么我最近在用的就是比较多的是 Zoeva他们家这一块 what do you call this like a strobe gel 点一些就好 然后即使说真人看到你的话 也会觉得哇 这皮肤那么好 还会点一些在我的鼻头上面 这非常好推开 所以我最近很爱用这个产品 超级超级自然的 很喜欢服贴的妆容 然后就是让人看不出 你很努力在化妆的一个痕迹 虽然说在视频上面感觉有点乱了 但是在自己平时上班的时候 大概五到十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我没有用很多刷子 然后眼影的颜色也很少 也很单调 OK 那么今天的妆容就完成啦 我其实因为太久没有在视频上面聊天 所以可能今天讲话有点语无伦次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影片 那么我希望大家如果支持我的话 可以在我的视频上点个赞 或者是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好 那么谢谢大家今天的时间 我们下次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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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